然後他就買了滷味 我們吃完滷味之後 他就問我包一下他家 你剛剛吃掉應該都有滷味的味吧 雖然...欸...我跟妳講 我是電視的 他就把我吃了 所以我脫下來 我就排出來 我剛剛不是有說嗎 我不是要先試車 為什麼沒有試車 我願意跟你在一起 因為那天我摸到 你覺得有嗎? 為什麼沒遇到 你摸到就愛有 戳到這人家有很短肌 第一次舒服嗎? 我們床上聊 終於要來聊一些 床上的正經事 我們沒有聊過床上的正經事嗎? 有啊!之前有聊過報稅 哦!有聊過報稅 對對對 本來這個節目想說 要聊跟床有關係的 但後來跟床都沒什麼關係 哈哈哈哈 今天是... 我是... 貓 兔子嗎? 是兔子吧? 這是貓女嗎? 喵 是貓... 是貓嗎? 你旁邊的隻才是貓 喵 喵 喵 他才是貓話的 你還記得你第一次的床上經驗嗎? 不一定是跟我 而是你這一個人 這一輩子的第一次 大二上學期 蛤? 跟你...跟著什麼關係? 他人生當中沒有第一次 但是沒有我會... 例如說高中可能年少情況 同學都會可能... 看A片 偷看A片啊 或是什麼 我都偷看G片 哈哈哈哈 高中就是嗎? 對啊!那時候曾祺航 很棒 那你第一次看G片是怎麼寫起的 其實我第一次看G片是在國中的時候耶 國中看G片 然後大二才真的有第一次的初體耶 對 有就是... 進行式的那種 跟誰? 欸? 沒有耶! 等一下 我大二那一次其實就只有吹吹打打 也算 因為畢竟是你第一次要跟別人坦誠相見啊 對對對 跟誰? 跟學弟就曖昧在一起 曖昧嗎? 對啊 那一天就學弟跟我告白 那你喜歡他嗎? 就很喜歡他 所以他跟你告白完之後 可是這一任並不在我的任期裡面 為什麼? 一個月就分手了 那也算啊 我不想承認 你要給人家一個名分 啊啊啊啊啊啊 真的很羞是不是 哈哈哈哈 我不覺得... 你要給人家一個名分吧 他一個月就沒有要我 為什麼我要給他名分 他跟你告白一個月後 他再跟你提分手 對啊 那你們那次如何進展出體驗的過程? 我那時候就有一點惡虎撲羊 就有一點就是... 學弟在床上我就很自動的上去把他褲子拔開 然後很認真的啊 那你之前有幻想過學弟的那個... 有因為他學弟身高很高 然後身材很不錯 然後還蠻帥的 你裝備嗎? 好啦我猜給你看 我認識他嗎? 你不認識啊你不認識 因為後來就漸行漸遠啦 所以學弟也沒跟一點多嗎? 沒有 那脫下來之後跟你學生什麼有一樣嗎? 就是那是我人生當中第一次看到男人的屌 就是還蠻好握蠻好吃的 那可是我覺得 學弟害羞的表情應該也是 很兇 然後我有一種就是學長然後就是... 折扯他的感覺 對 我覺得有時候第一次其實... 反而是那種羞恥的感覺 會讓人特別興奮 對 可是你有備嗎? 還是只有服務他而已? 我... 我那次就是有服務他而已 蛤?怎麼會這樣子? 想說就是... 那個後一個月會分手啊 他真的你沒有心啊? 太...太沒禮貌了吧 我就是服務業啊 我的第一次是在高山 那個時候很浪漫 就是他那個在追我的人 還偷偷騎車在後面跟蹤我 蛤?變態是用跟騷法 我直接告他 但那個時候因為我也喜歡他 我覺得是浪漫的 然後他就買了滷味 我們吃完滷味之後 他就問完完去他家 然後去他家之後 我跟他講 天啊 你幫他吃掉應該都有滷味味吧 雖然... 欸? 我跟你講 我是被吃的 你是被吃的 天啊!你很過分耶 你有給人家服務費嗎? 欸...我有請他喝一杯 雖然... 我一直有幻想那個畫面 也一直覺得說 好啦... 學長帥嗎? 長得很像... 詩文兵 你知道誰嗎? 詩文兵 你是留著長髮嗎? 你有長髮嗎? 長髮詩文兵 好 詩文兵不排除提高 反正就是... 因為我那個時候是被動方 他是主動方 但是他還有很多一種的問我 就是問我說... 可以嗎? 喔!我以為是台語耶 然後我又點頭 點頭之後 他就把我實際上褲也脫下來 我就彈出來了 你還是會有一種就是... 脫掉的時候 你還是會說啊! 想把自己臉給... 這個感覺 好像滿修的 對... 啊!我想到了啦! 後來那個學弟有服務我啦! 只是真的我修到 我直接把我臉整個蓋住 就是蓋棉被整個蓋住這樣 我剛才罵完那個學弟 你現在這樣講 我現在剛剛說... 哎唷! 畢竟那是十幾年前的事情 你要我這個老阿姨怎麼辦啊 我記憶力不是很好的 那那個是跟別人的第一次 不然我們先來聊聊 我跟你的第一次 我跟你的第一次... 你還記得嗎? 其實我其實第一次看到 阿凱裸體的時候 我都超開心耶 欸!我比較印象 第一次看到你裸體是什麼時候 我超開心 因為阿凱的尺寸 就是我很滿意的尺寸 因為我覺得... 是男有屌嗎? 我覺得我這個人有一點 就是口腔其不滿足 你很喜歡吸吻 對 他很時常就是叫我一定要... 有點像是半... 一個半櫃子 然後就是... 他俗稱就... 瘋狂衝撞我的嘴 對!他俗稱就要做叉叉嘴巴 對對對! 喔!我剛剛不是有說嗎? 我不是要先試車 為什麼沒有試車 我願意跟你在一起? 因為那一天我摸到 你覺得有嗎? 怎麼沒意義? 摸到就要有戳到這男叫 這男叫很大肌 很粗熟喔 但是... 男叫的男叫什麼粗熟 但是... 你也可以講Juju啊 Juju? 什麼Juju? 男叫? 那我們... 因為我們每次是追隨打打模式 一直到我們正式要10的那一次 應該這麼說 我跟阿凱一直以來 就是這六年的關係以來 我們兩個人剛好 很嗆嗆嗆死的 就是我們都... 不是很喜歡伊林這件事情 就是不用連結眼的愉快 對 因為我的手很強 阿凱的舌頭超厲害 欸!你們不要在那邊給我私訊阿凱 我都知道喔 每一集都講這個 上次沒有說不要傳屌道 那是... 收到很多人 那為什麼都沒有跟我看 好反正那不是重點 好阿凱的嘴巴也很厲害 我的嘴巴也很厲害 所以其實... 人各有志嘛 每個人都有專長啊 有一些人很會假啊 但我們就是不是很愛伊林的 我們有其他專長嗎 但我們真的第一次在做那件事情的時候 我真的覺得就是尷尬 我... 人生當中 第一次的伊林 我當林皓是給阿凱 喔真的嗎 我在這之前 林北都是一號 都是負責衝撞的那個 而且我就是天生名靈 我跟你說 阿因為第一次就... 我第一次就被干涉 我覺得我很優秀 我要頒發自己一個獎狀 這個話題你真的是連連講完 連連真的蠻驕傲的 對 而且阿凱的... 大家都知道阿凱的香菇寶寶 就是之前... 對 就是他頭很大 所以進去的時候 或者那種... 進去出來 如果拔到底的話 就會就... 你以為在開紅酒瓶是不是 的那種感覺 所以其實會有很多人 會因為... 第一次的嘗試表現不好 就會... 對自己沒有自信 或者是錯誠嗎 我覺得會 但我覺得這時候 很取決於另一半 其實看要不要體諒那個吧 嗯 我覺得其實... 很多時候都是取決於 另一半的看法 因為我們自己當事人會覺得 阿天啊好丟臉喔 但如果你另一半是說 蛤? 瘦了嗎? 這時候你反而會加倍我們的愧疚感 但如果有人就說 喔 沒關係喔 我們休息一下再來一次 或是不用講話 就直接看清他就好 對 或者是... 就是在扶植他這樣子 所以就是... 一樣是... 做那件事情的時候 其實... 大家都會很緊張 對 因為其實很多人會覺得說 做愛是一個人的事 其實做愛是兩個人的事 當然是兩個人的事 有一些人會覺得我自己爽不好了 喔 你懂嗎 那就是要兩個人都舒服 那件事情才能夠共產 那件事情 對 所以其實我們覺得說 做愛這件事情是互相的 很多人會覺得說 情侶也好 結婚也好 性這件事情 不用經過對方的同意 我覺得這是完全是NO NO 就是... 我今天如果身體不舒服 我... 例如說 我就是沒有那個性質 你硬強比我也沒有用 我如果硬把你進去的話 這完全就是強姦了耶 這已經是性侵害的等級了耶 不管是情侶也好 或者說... 不管是情侶也好 或者說已經結婚也好 這些都是不能夠的喔 就是你要取得對方的同意 但是有時候你要跟我要求的時候 我就覺得你會不開心對不對 我會不開心啊 尤其我又發現你剛打完手槍 我很不爽 就想說 啊是怎樣 你怎麼罵這一個在這邊 那麼好的你不用 自己來 什麼意思 所以你會生悶氣 恩... 一開始會 我一開始會覺得說 好吧那你就自己來啊 那我就... 我怎麼辦什麼 但後來想說 我後來現在就是這樣 老公我啊就打手槍了 然後門關著 然後我就去打手槍了 這也是一種 算是關係久了 裡面可能會產生那種默契 但那你會覺得說 那你就都自己來就好 我就都自己來就好 我們兩個之間就沒有一個連結了嗎 可是你有發現我們近期 其實還是有兩個人在一起的時間 恩... 那... 也是有做那件事情啊 就是各自的打手槍或什麼 不會影響到你們彼此 要一起做那件事情的快樂 很多人會覺得說 交往久了 情趣 性這件事情就很boring 但性這件事情是自己來發展的 恩... 像上一次我就把阿凱就是... 就是... 兩隻手靠住 就用那個領帶把它綁住 強制阿凱的手不能動 欸 發展出一個新的玩法 第一次舒服嗎 在回鄉的時候呢 我想要... 問你又一個問題 欸? 這樣比較美 瞬間沒生在老公公耶 好我想問你一個問題 在回鄉的時候 喵 第一次... 每個人都一定會有第一次 但這個第一次一定這麼重要嗎 第一次那麼重要嗎 我覺得是看自己還是看另一半耶 因為還是有一些人會有所謂的處女情結 處男情結這件事情 甚至有一些... 甚至... 我真的曾經還是有聽過有一些男生說 蛤? 你被人家用過了 我不要 哇... 這句話我覺得... 你們都不知道用過的最好 那功力很好的 我覺得這句話的重點不是在這裡 這句話的重點是 非常的不尊重對方 對! 我覺得真的很不尊重對方耶 就是我覺得 其實每一個人都有曾經交往過 或者他過去 那我覺得你愛這個人 你不應該要去覺得說 什麼叫好用不好用 不好意思 他不是一個物品 他是你的另一半 所以我覺得不要再... 請大家拋棄那一些... 什麼... 處男情結處女情結 不要這樣子 好好珍惜你的另一半 以及愛你的人 就只要是雙方互相珍惜 然後互相溝通跟思綜好 每一次都是珍貴 而且每一次都是舒服困難 對啊 而且... 但我覺得其實也要想跟大家講 不要去比較 不要說 蛤? 你好快喔 我前任都不會 真的不要去這樣子 好好地去對待你的一半 一個愛你的人 今天呢 嗯... 我跟阿凱呢 跟大家聊聊了 就是... 第一次舒服嗎? 的這個EP 那... 大家如果呢 有任何想法 歡迎在下面留言 讓我們知道 那或者你想要聽什麼樣的故事 什麼樣的議題 歡迎留言 或者私訊我們 讓我們知道 呃... 也別忘記按讚訂閱 服務之道 YouTube頻道 以及FB 並且加入我們官方LINE 帳號 搜尋服務之道 就可以囉 那我們床上聊 下次再來聊 晚安囉 那我們要完成 剛剛沒有完成的事情嗎? 還是沒有 我們要來第二次 嗯... 晚安 好辣 嚇死人了 啊 晚安 說很久 呵呵呵 白癡啊 呵呵 好辣 好辣 嗯... 好辣